21号表决国会职权修法复议案 预料又是一场对决硬碰硬的 强碰的硬战 护杠啊 火杠硬杠 好 其实告诉大家 像我们得知的消息 已经好多个公民团体都宣布 要从19号开始连续三天哦 连续好几天呼吁民众 依照自己身份证的字号尾数 大家来立法院外头干嘛 排班 国民党团也在21号 当天已经借好立法院周边道路的 露拳先卡住卡住位置 号称是蓝鹰支持者来申言 不过民众党上个礼拜 他们集体缺席 党产条例的表决 全部都没出现 全部都没出席 都不来 这个表达态度 加上陈昭之他深绿的一个背景 蓝白在复业案表决之战 这回 有可能会合作吗 历史哥怎么看 现在当然说民众党内部 是有一些分力的 所以我现在讲结论 蓝白会不会合作 不合作蓝白就是废物嘛 你现在像民进党废物的51席 不合作的蓝白就是废物的54席 跟废物的8席 所以蓝白在重大议题上只有合作 没有其他空间 蓝白唯一在议题上不合作是什么 就是民生法案的一些细项 只有这个 所以蓝白现在虽然有些异音 哪些利音呢 主要是来自于蓝颖的强硬派 可能也 这个有部分强硬派 不太喜欢白的 他们可能会有些异音 不过这个随者至少目前黄总招跟副总招的合作 还算顺畅 而且不断的胜利 所以赢球自百变 输球百变成 今天不是NBA刚好冠军吗 对吧 所以亚军那一队就会开始各种检讨 冠军那一队就各种皆大欢喜 所以暂时没事 不过确实有人按捺不住了 这个就陈昭芝 陈昭芝本来就胜利独派阿扁的最好的朋友 柯文哲的跟医疗小组的前团员 所以这些他呢 我也很熟啦 我们也常在访问他 基本上陈昭芝的意思就是说 他真的想表达他的政治立场 不过 一个陈昭芝也掀起不了什么样的波澜 而且假设真的让陈昭芝掀起波澜的话 那民众党显然 就会完全丧失的战斗力 那就真的变成没有用的巴西 所以可能更在民众党面前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选择啦 就是绿的对你是兼臂亲野嘛 甚至连拳头都拿出来了 对吧 到现在麦玉珍被林淑芬一拳往脸上揍的事情 到现在民进党还是要求麦玉珍要道歉啊 始终没有道歉啊 那陈昭芝如果跳出来表达什么 那你是不是意思是 你是同情对麦玉珍下狠手 下这个攻击袭击的凶手的一种同意呢 这个就是陈昭芝他去想的 他尽管说他想要做议题切割 但是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去联想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 蓝白只有合作 没有分裂 因为所谓的分裂也不是真的分裂 就说你们只剩合作 不然就是没有用的54席跟8席 那如果你今天连一个国会多数 你都守不住 你们不用合作 那接下来蓝白的得票率就会大降 那本来呢 像是叶元芝啊 好像被点名的嘛 什么叶元芝 徐晓星等等 说不会被罢免 徐晓星可能还好 像叶元芝这种比较危险的选区 被罢免机会就大幅上升 为什么 因为你废物嘛 你们没有办法团结就是废物嘛 那就是互相扯后腿 那这个最终的结果 就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民众党的政党票 不但不会增加 还会大幅减少 国民党的区域立委 也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这就是蓝白不合作的恶果啦 就老百姓其实对 现在的执政是没有耐性的 可是他对执政没有耐性 他一样对监督是没有耐性的 这一点就是蓝白的领导人 自己要想得很清楚 因为赖清德是进入民进党第三任 所以没有命运 所以我们看到民调直接腰斩10% 可是呢 对于这个蓝白一样 对你的监督是没有蜜月期的 你不好好的监督 不恶狠狠的盯住 这些贪账王八的事情 现在超市啊 这个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啊 高端的等等的 你不去做 抱歉了 老百姓耐性很有心 现在这个时刻 事情就是所有的 其实就是吃快餐的文化 那资讯传播的越快 耐心就是越短暂 所以蓝白还要在那边 什么像以前这样子 什么个别立委主张什么的 谁理你啊 这什么时代 这是民意为尊的时代啊 你很大是不是 你立委很大吗 大在哪里告诉我 对不对 哪里有大 最大就是老百姓啊 还在那边大 民进党就是因为 不尊重老百姓 才会导致一大堆 是所谓的台派思考的人 或者是偏向本土派的人 在这次选举中 唾弃民进党嘛 所以他最后 只剩下四成选票嘛 是这样来的嘛 很多的所谓的本土派的 就只好转到民众党去 甚至一部分流到了国民党去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的行为 就是在背叛台湾嘛 他们是真正的第五重队 大家是受不了 民进党卖台的行为嘛 毁台卖台乱台 这些民进党在干的事情 那这种事情 赖清德到现在 上了一个月 最亮的政绩叫什么 叫做号召清鸟 构征在野 所以我说刚才只干三件事嘛 对不对 干在野 干老共 然后呢 干台独 但是干好事 一色没干 所以同样的状况 大家用多大的力量 去斥责民进党 一样会用很大的力量 去监督在野党 所以在党自己皮要绷紧 没有什么在那边 还要不要合纵联合的空间 你就看民众党 为什么科匹的声势 会掉的这么快 因为他想要合纵联合 谁给你合纵联合 现在就一件事 民进党竟然定调 我们的民主政治 不是竞争 不是competition 而是rival 是对决 是敌对 那抱歉就是没有空间 所以蓝白可以在议题上 有各自的法案 的一些细项 可以做调整 但是在大是大非上 空间就是零 没有什么好继续讨论 所以今天我想这个是 所谓陈昭斯表达 他一直敢murmur而已 后面大家等着看 如果他真的做出一些 语举的行为 很快 民意的扑向就很快 很快被骂臭的 就不会是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敢放纵 敢作恶 是因为你监督者不利 现在是老百姓思考 就这样 那你监督者不利 以前你少数 打架打变 举双手双脚赢不了 算了 不这么计较你 可是今天不一样 今天民党只有51席 你一个54席 一个8席 合作联手62席 扣掉两席不能投票 你有60席的 结果让你躺赢 都赢9席 你躺赢还躺输 那这种事情 我觉得一般老百姓 是不能接受 所以现在为什么 副总裁黄总裁 他们两个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这么紧密的联手 因为他们知道 知道一件事情 民意之所依归 及力量之所在 我非常感谢历史哥 精疲的分析 还有宝贵的时间 非常精彩的分享 感谢您 谢谢 拜拜 谢谢 OK好 拜拜 对最后 给你这个宣传一件事 就是我7月6号的时候 晚上7点要办 这个直播见面会 那我们才频道五周年 然后到时候 会有几个嘉宾 许巧夕 然后吴宗宪 然后刘许婷 黄阳明 跟杨宝珍 欢迎大家 可以一起来参加 那相关讯息 在我的脸书 感谢 谢谢 好朋友们 你也有眩眠困扰吗 推荐您 太阳心全校 科菲尔医生君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 送随行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 快点购 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 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 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 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 购物经验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